嗨小伙伴们 如果这世上所有人都追着给你钱 你会试个什么表情 小咖先来 但大熊好像脑瓜被门挤了 爸爸给他的压岁钱 全正人追着给他钱 他都像看见鬼一样的逃命 拿钱不积极 智商有问题啊 这一切都起源于一个新年小红包 对 小红包 大熊这年岁月的 压岁钱红包就越发缩水 今年真是少得可怜啊 啥啥都涨价 就不能涨点压岁钱吗 倒霉孩子打算找老爸谈判 只死没落腹啊 爸爸一听到儿子呼叫 费奸鸡道 年年如此 早料到大熊有此一招 就事先躲了起来 趁大熊不注意 就偷溜出去找多拉酱 这爸爸也为难啊 毕竟妈妈给的零用钱也不多 他就向多拉要一个 可以让人不要钱的道具 拿到了一颗紫色的糖果 爸爸拿着糖下楼找大熊没找着 大熊同样也没找到老爸 回到房间 就跟多拉酱埋怨爸爸小气鬼 还问多拉有没有什么 吃了想要给人钱的药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他得到了一颗白色的糖果 两父子各怀鬼胎的在走廊相见 人前笑嘻嘻不是好东西 都笑咪咪的给了对方一颗糖 继而期待着美式的发生 大熊吃下糖果后 在他脑瓜里 草票变恶魔 干贝变幽灵 无法控制自己冲入房间 这有人非要塞给你钱 多拉酱也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啊 大熊非要把红包和宝贝唇钱罐里的干贝 全部送给多拉酱 这会儿爸爸嘴里的糖都还没吃完 就从怀里拿出一万 说是要给大熊掌压碎钱 不过一片真心喂了狗大熊痛苦的逃了出去 爸爸追着硬要给 真是风水轮流转 一个跑着飞不样 一个追着指着儿子太不孝 爸爸还把自个儿私房钱拿出来 飞塞给大熊 妈妈进门看着爷俩也不知道做啥药 就像阻止 爸爸看到立马又拿出一份私房钱 大方的给妈妈 有哥在爱买啥买啥 皮痒了不是 这是我记记个儿的私房钱 要说刚才爸爸的糖还含着 这会儿该是全消化了 爸爸走火入魔的拿出家里所有积蓄 欢快的出门做药去了 这世界已经挡不住他的脚步了 多拉将一看 这药性过猛啊 他是要破产的节奏啊 赶紧追去给爸爸吃解药 不然铜锣烧就危险了 一边跑还一边找 丢了一瓶药给钱的 再丢一瓶讨厌钱的 终于找到了红色的解药 伸手一拔了 咦 爸爸咋变人了 原来身上没钱的爸爸 连大衣都非得让人收下 你有病啊我有药的 赶紧找到他 多拉将转到路口 看到爸爸缠着电线杆上的胡子打书 非要给人全部生家 真是活酒剑 这我鸡嗓虽是个罐头 但也没见过飞拉子送生家的主啊 幸福来得太快 一下给他整懵了 多拉将赶紧解释 这人有病甭打理 自从得了精神病 整个人都精神了 爸爸一瓶溜进了别人家后院 说是要给俩奶娃买个大别野 多拉将背进巴拉上墙 抓紧时机 把解药丢进了爸爸嘴里 好险 差点要成人贩子了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全镇的人都疯了 原来糖罐子已经全空了 除了有钱还是有钱的小福 吃了讨厌钱的糖果 家门口大排长龙 他当上了散财同府 挨个儿送东西 前一秒还恶心自个儿 为啥这么有钱 吃下解药下一秒就描回了 非拉着人把东西要回来 还是本夫没错 大雄这会儿可没这么舒服了 全镇所有吃了要给钱的糖的人 都追着大雄要送钱给他花 跑得过别人 没躲过胖虎 拿着一堆家当 就要开送 连座右鸣都给盖了 你的是你的 我的还是你的 就要硬塞 真是比魔鬼还恐怖啊 多拉酱找到这倒霉熊 已经来不及了 以胖虎为首的全镇 送钱大队 乌泱泱压进 冲过多拉酱直逼大熊 把多拉酱手中的解药 也是碰撒一地 这倒霉好运 要是随我该躲好呀 小咖最想的就是一页报复 如果不行 两页也行 往后余生 报受是我 有钱也是我 想想都爽 小伙伴们 如果你有一颗要送钱的糖果 你会送给谁吃呢 哈哈我们评论器捞捞吧 明天不见不散哟 拜拜